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从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我们的法律部长阿萨琳娜的他今天公开宣布了一个东西 他说呢 他们的部门的可能正在研究这了 要如何的让那些 轻型的罪犯了 就是犯比较轻的罪行的罪犯了 减轻他们的刑罚 可能呢 原本要坐牢很久的 坐牢少一点 然后原本要坐牢的 然后呢可能改成社会服务什么之类的就是把他们的刑罚 减轻 目标就是呢 减少 监狱里面的罪犯 OK 所以针对这个新闻 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我想说我的结论只有一句了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你要这个治安越来越好的话 盐行军法 是跑不去的 盐行军法呢 并不是说呢 它是一个不文明的象征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了 新加坡 新加坡的文明程度在这个世界上是数一数二 应该没有人可以质疑 但是我告诉你 新加坡的盐行军法比马来西亚严厉很多很多 新加坡的死刑是没有得谈的那种 我要你死你就死的那种没有得谈的 然后新加坡的边刑 还有那种 坐监牢那些都是非常的严厉的 比马来西亚严很多很多的那种 既然新加坡如此的盐行军法但是还是无损他文明的形象 所以呢 盐行军法呢 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不文明的象征 但是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治安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 马来西亚的治安非常的糟糕 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来处理的社会工程 So 以马来西亚目前的治安状况 我告诉你 马来西亚的 这个刑法呢 只能够越来越严 而不能越来越松 你明白吗 今天呢 我们这个部长Azarina所给的方向是越来越松 我完全不同意 我认为马来西亚的这个 法律呢 必须要越来越严 而这些刑法呢 也是要越来越严 我反而觉得是要反方向的 轻罪的要变重罪 重罪的要变死刑 这么说来可能有一点不惊人情 但是呢 我已经举出了一个例子了 我们隔壁的新加坡比我们更严 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们凭什么要比新加坡松 我不觉得我们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比新加坡松 OK 如果啦 我们真的是 做到比现在更加松的话 可想而知 原本已经很不堪的自然会变得更加的不堪 然后我们 这些奉公守法的老百姓 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 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这些是最直观 的结果 大家也不用质疑了 是不是 OK 如果啦 你真的是把这个刑罚 弄到这么宽松的话呢 到最后你就等于是变相鼓励那些罪犯 反正犯罪 判一个社会服务 去扫一下马路 都不用坐牢了 抓到才中标吧 没有抓到的 我干100单 99单没有被抓到 一单被抓到罢了 谁赚谁亏 是不是 如果我们是有死刑的话 一单就够你死了 不需要99单 你明白吗 这分别很大 所以我讲到这里 你们就明白了 以马来西亚的现状来说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刑罚弄到越来越松 越来越轻 真的是没有办法 只可以越来越重罢了 OK 其实我也明白 阿萨利娜 他的出发点 因为 马来西亚现在的 监狱里面的囚犯 好像是相当拥挤一下 已经爆满了 你看到那个新庚监狱 建了一间又一间 我就想起我的家乡 我家乡是 居然 我的家乡呢 就有两间监狱 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的国会员 西亚木丁 时常都在那边 自嘲自讽 说 哎呀 我们鸡团最出名是什么 就是监狱 两间最大监狱就在我们鸡团里面 我听过他讲实际话了 是事实 最大两间监狱都在鸡团 所以 我们的监狱呢 尽管已经很多间了 但是好像还是爆满了 所以 阿萨琳娜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监狱都爆满了 如果你的研罚再不松一点的话 监狱会更加爆满怎么办 所以就只可以把这个 刑罚弄到越来越宽 越来越松 但是是 不应该的嘛 所以 我觉得 唯一的解决方案 以目前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 监狱要做多一点 这是事实了 OK 好 到最后了 不管怎么样了 刑罚越来越宽松是 行不通 对于现在的马来西亚 绝对行不通 我给的例子已经是非常的具体的了 就是 连新加坡都不敢松 你马来西亚凭什么松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